2010年6月28日下午2点40分 北京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步兵专业总决赛正式开始 各军级单位选拔出来的12名机枪手将同场竞技 争夺军区机枪手第一名的桂冠 此前12名机枪手从未有在一起训练 只是在一周前看场地时才照了一样 因此他们之间互不了解 各自的实力也只能是靠猜测 我觉得你今天这么多单位的人啊 这些人往那一坐 你心里面肯定有你觉得威胁最大的对手 嗯 有那几个身材非常亏 那个单位的 不错 我所需的 北京我所需 切日 苏青海是我们军事纪事记者熟悉的射手 北京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展开以来 它一直是我们的拍摄对象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也完整记录下来 它从步兵旅到集团军 并通过集团军的考核 最终艰难挺进军区比武场的全过程 而现在 他把北京卫戍区的射手 列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名气最大 而名气最大的 就是一位叫刘云飞的射手 刘云飞 安徽四线人 2002年入伍 当机枪手八年 射击成绩优异 心理素质极佳 刘云飞所在的卫戍区某团四连 常年执行营外军事表演的任务 入伍八年来 他为外国政要军事代表团举行的 新机枪射击表演 就有三百多场 平时训练打出去的子弹 更是多达十几万发 其实 不管是刘云飞还是苏青海 他们都是各自军级单位的训练尖子 从某种程度上 代表了所在部队的训练水平 参加比武的部队 各个都是战功赫赫 谁都不比谁长 而这一天的总决赛 又必定会排出一个名次 虽说不会有人依据这个比武结果 给每支部队的步兵战斗力水平排名 但机枪手们可不想因为自己发挥的不好 给整个部队拉了后腿 他们每个人的精气神早就提上来了 是军区指定的仲裁人员到仲裁席 其他人员请到各自的单位 离开场地 有单位上车上车 没车自己找地方 不要在场区里面了 这天以前 这12名机枪手 曾经历了多次严酷的淘汰考核 他们的一些战友 仅仅是因为一两发子弹的微弱差距 被淘汰出去 如今 这12名射手 从基层部队 一步步杀入了军区比武场 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豪和骄傲 但和想象中 欢声雷动 锣鼓喧天的比武场不同 除了裁判员 所有人都被请出了场地 在场上孤零零的 只剩下了他们这些射手 这一刻 他们的身上不再笼罩光环 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士兵 步兵比武的轻武器射击把场 位于军区比武场的西南角 紧靠大山 在等待比武的时候 无论怎么看 刘云飞都显得 特别沉稳 当病大年 经历无数次营外军事表演 让他早已具备了 应战各种比武竞赛的心理素质 你觉得今天天气 不是适合打车机吗 相对来说应该适合吧 因为这段时间 天气总是雾默默的 今天相对来说 还是不高一点 唯一的不利表现 可能就是 灰尘比较大一点 军区比武场由装甲兵训练场改造而成 地面大多是适合坦克行进的土路 而机枪手的待命区就在坦克道边上 车辆已过 阳气的灰尘弥漫一片 而这个情况 会不会对射手们的比武有影响呢 那灰尘为什么会影响射机 因为这个准星缺口 如果是上面如果沾了灰尘的话 它就会增加厚度 所以说你的瞄准点可能就会偏低 我们看到 有的射手正在用棉签擦拭准星缺口 而刘云飞则用了一个很独特的办法 将机枪保护了起来 和老到成熟的刘云飞不同 苏青海似乎没有把灰尘太当毁山 其实年轻好胜的苏青海 并不是对比武不上心 他觉得在这时 更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放松心态 天使地利 人是什么也没占 我感觉就这样 第一发是我的跑不了 不是我的抢心不来 现在我不想这样 我只要把我自己应该做得多 的确 良好的心态 一直是苏青海的制胜法宝 他在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活动展开之前 从步枪改打机枪 还不到四个月 但他却一路过关斩将 走上了军区的比武场 在等待比武的时候 我们发现刘云飞观察场上地形 一直都特别仔细 我现在在琢磨呢 琢磨每名射手都每个地形 应该怎么过的 大赛之前 每一名选手都会分析情况 等待射击地域里 选手之间坐得很近 因为有竞争关系 我们本以为刘云飞不太愿意细说 怕对手知道情况 但是出乎意料 他却显得很大方 这个也没有什么不方便 都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他这个 磨岛的时间比较充足 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去 去去巨箱 我想成绩可能会达得更好一点 必须的 第一就你的了 太有压力了 能提什么 可以 第一点也没有提了 苏青海显然听到了 刘云飞他们的对话 在他看来 这也许是他们采用的 一种威慑自己的心理战术 但在上场之前 苏青海还是的的确确 感到有些紧张 不枪手的比武 整整进行了一个半小时 接下来就要达到 12名机枪手上场了 他们的比赛时间 也是一个半小时 平均每个人7分钟 根据抽签结果 北京卫戍区机枪手 刘云飞第二个上场 某集团军机枪手 苏青海 第六个上场 和苏青海 来自同一个集团军的人为 第十个上场 北京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 护兵专业机枪手的比武课目 有信息化基础知识 轻机枪分解结合 和应用射击 这一天下午 机枪手们要进行 轻机枪分解结合 和应用射击的比武 轻机枪分解结合 要求机枪手 将轻机枪拆解后 再重新组装起来 只要在三分钟以内完成 都是满分 通常情况下 机枪手们都不会出现失误 相对这个比武内容 轻机枪应用射击 既是对射手实战技能的检验 也是对机枪手 全面素质的考核 它的要求是 在四分钟时间里 机枪手携带15发子弹 向靶毫方向运动 在距离靶毫200米 175米 150米 125米 和100米的五个地点 分别对 依次出现的五个目标靶射击 每个目标靶三发子弹 临上场前 看了前一个出场的机枪手的射击 刘运飞对这一天的应用射击 做出了分析 我觉得最后一个小靶 可能稍微难打一点 头靶 因为它是扶 仰角的度数比较大 差不多有20度 仰角的度数 其他的 其他四个靶射应该都是比较好打的 这就是刘云飞所说的靶子 五号目标靶的靶尺 有25厘米长 50厘米宽 也被称为头靶 刚才第一个出场的机枪手 打五号靶射是脱靶的 为了不影响机枪手的正常发挥 我们记者也被限定在这块区域拍摄 由于这里位于选手出发线的后面 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只能拍摄到刘云飞的背影 刘云飞设计时间比规定的四分钟提前了近一半的时间 一分54秒钟后 他就完成了对五个目标板的设计 返回到等待设计地域 刘云飞 你觉得这个打得这样 还行吧 还行是什么概念 有两个目标太不确定了 有两个目标去下面去好 什么原因 太紧张了 时间太紧了感觉 时间不是很松吗 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紧张 根据比武竞赛办公室的统一 在现场并不公布射手的成绩 刘云飞只能凭着感觉给自己孤了个份 大家给自己去评估一下 能上几万点 应该最少能上个七八八吧 十四五八吧 太多 评估十四五八太多了 平常不是十三十四五八很正常 现在感觉吧 感觉就两个目标 不行 不怎么样 但是首发肯定不会跑 电发点射的话就不一定了 那么刘云飞的实际成绩到底是多少呢 最终他的比武排名又是什么呢 一切的答案只能等所有机枪手的射击完成后 才能揭晓 很快 苏青海也做好了上场的比赛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高规格的比武 虽然苏青海说得很轻松 但此时我们猜测 他的内心也许早已定下了决心 如果自己能够在这个比武场上打出平时最高水平 十五八十三重 那么所有人都会对他们的集团军竖起大拇指 在比武场上的拼杀是军人的崇高荣誉 苏青海不想在这个时候有任何闪失 比刘云飞打得还快 在规定的三分时间里 苏青海只用了一分三十五秒 就完成了对五个目标榜的射击 返回了等待射击地位 那么他的成绩会超过刘云飞所估算的成绩吗 苏青海到 自己感觉打得怎么样 感觉死了三发吧 如果真是按照苏青海所说的那样 他发挥出了自己平时的最高水平 那么夺标呼声最高的刘云飞就已经被他拉下了吗 可不一会儿苏青海却神神秘秘地把我们拉到了十米外 他还有话要跟记者说 小说什么 说什么 还躲起来 人太多了 没打 肯定不好 都不用讲 你自己感觉说实话能上几发 无法 手法 手法 我感觉像手法 苏青海说出的话让记者大吃了一惊 他为什么当着大家的面时把自己的成绩说得那么好呢 不能让对手看出来 感觉死了三发吧 第十个出场的是任伟 他和苏青海来自同一个不平率 他们俩也都曾把对方当成目标 展开了无数次的PK 两人比拼赶超的训练劲头比谁都足了 如今到了军区的比武场 他们代表的是自己所在集团军的最高水平 为了不让任伟的情绪受到影响 苏青海可不想在任伟面前说出自己打得不太好的秘密 他盼望着任伟要超过刘云飞 把军区比武的最高荣誉捧回来 一次失败不上失败 我对我自己有信心 虽然说我没打 但是我相信任伟和郑开花肯定没打 轮到任伟出场了 他打的速度也相当快 一分四十秒 任伟就完成了对五个目标板的设计 总共用时一个半小时 一场令人感到有些窒息的轻击枪应用射击比 终于结束 当裁判员把十二名射手的成绩 通报给各部队的带队干部时 参赛选手也基本上牵出了比赛的结果 刘云飞排名第一 十五发子弹命中五个目标 没有拖把 上了十发子弹 苏青海和任伟 没有发挥出平常的最佳水平 成绩一般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第一吧 所以说如果明天我留着考一百分的话 拿第一应该是十八九 此时 刘云飞的脸上充满了自豪 这一天 他顺利通过了应用射击的难关 意味着刘云飞夺得军区青鸡枪比武竞赛第一名 以稳操胜券 而在这场青鸡枪巅峰对决中 刘云飞出现紧张 十五发十重的成绩和平时训练相比下滑了不少 但我们理解身经百战的刘云飞之所以没有发挥出最高水平 恰恰反映出来战士们对比武荣誉的无比珍重 这些年轻的战士行李顶着巨大的压力 承载的是更多人的期盼和梦想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的技术有了一径的提高 以后我回到我的原部队 所以把这些体会交给下面的战友 我一点遗憾都没有 真的 我现在一点遗憾都没有 因为我打成不好 我制作了 真的 我努力读弱了 我评弱了 然后我学习了 打成过后的一半 我已经 我打我手法 手法受重 人为此时的心情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对他来说 努力就是成功 我研究了他 我自己的身体位置 我 我 我 实际程序 我都 都 都 都学过 我读弱了 说实话 我就不愿意 这张被汗水浸透的比武厂地形图 是人为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他还给比武厂起了个名字 英勇射击场 我们连续记录了六周的步兵专业机枪手的比武 就这样结束了 各军级单位的训练尖子 也将陆续回到原部队 北京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开展以来 无数官兵激情勃发地 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训练热潮中 从基层连队到进军军区比武厂的过程中 他们在军事素质得到提高的同时 更激发了他们的训练热情 他们的士气高涨 信心满怀 7月4日 北京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步兵专业机枪手成绩公布 北京卫戍区某团四连机枪手刘云飞夺得第一名 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步兵与一连机枪手苏青海夺得第三名 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步兵与三连机枪手人为夺得第六名 华北大地初夏世纪 一场基础训练大比武拉开人物 战鼓声碎风烟正浓 面对荣誉之战各路樱桃摩拳擦掌 谁能在多轮残酷的竞赛中屹立不倒 谁又能在最后巅峰对决中笑傲群群 三路设置所分头出击 持续关注北京军区基础训练大比武进场 军事计时2010年夏季特别节目 荣誉之战